丹哥哥 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是从包括刚才讲 那个可恶的李义长 到现在大家讲台铁 其实包括这所有的过程 只要有一个人 能够多注意到一个细节 这个悲剧就是可以发生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刚刚总统的谈话 我觉得真的是 希望大家画悲愤为力量 不要让事故一再的发生 像我的选区之所以叫海线 是因为海线铁路 经过我的选区 可是你到了我的选区 出了火车站之后 你根本寸步难行 你哪里都去不了 包含他的配套做事转程 所以在第一时间 在李义祥这三个字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新闻刚发生 我就有接到 因为可能跟我们属性 比较接近的民众 他打另外 他骂了一声国骂 然后说公务断断 然后下台 凭什么叫人家家日加工 加班 那一听就这个专业的 于是我们就请他来服务处 大概整理了一下 可能有哪一些状况 那分成政府也就是这个 交通部台铁局 哪一些要关心的事情 以及单就这次工程 包商可能发生的疏失 那整理了这一张图 我今天去问林家龙说 你觉得部长说 哪一个你觉得是 最主要的问题 他看一看说 每一个都是问题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在改善 他说我们全部都在改善 我说那你这个时候走的话 谁要帮你交接 就是说这些事情 他也都知道 那问题 他刚刚在讲组织文化 还有台铁的改革 第一个他们包含耗制工程车体 还有这个管控等等 他其实是很多不同单位 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 他就要整合 然后他做的工程呢 又有分不同的单位 包含日商得商 耗制又有谁专业 谁专利谁专门 然后包含四零电机 包含我们以前在大度调渡厂 延伸出来的一些车厢制造 他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组织 我们感觉上好像是买一张车票 然后去坐一个火车 可是背后 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就去研究 包含台铁现在几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说什么年损四千多万 然后谁来接都会倒 其实他的状况就是 我们台铁定位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一九零八年 纵贯线开通的时候 台铁是全台唯一一个 可以南北往来 只要十二个小时就会到 那现在这个功能 被高铁取代掉 后来我们希望 他做区域之间的运输 结果后来这个功能 被捷运还有短程的客运 包含国光统联等等的取代掉 那最后他只剩下 唯一的利机就是台东 因为他们需要 这个不管是返乡通勤 观光需求 然后甚至是这个 我们偏乡的整个南北 他可能不用走西部 绕一圈嘛 走高铁 他可能可以南北去接东 要做所谓西部高铁 东部快铁 那这些优势其实在东部 正要起飞 包括我们说的特色列车 我们在讲九州JR列车 他们有怎么样的每一站 每一个车厢有他的特色 用他们的木头吃他们的农产品 那结果这件事情 反而重重的打击了台铁 下一步可能改成 先不讲说这么复杂的 包括里面哪一些要改 我光讲两件事 第一个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还是要回到那句话 台铁到底是谁 跟里面去建议说 就把责任就是 反正就是那些奸造 或什么东西 尤其我对那几个字 非常感冒 降低本局负贫 包括新北市 也有类似的账户 但重点就是 我觉得大家担心的是 有没有好好管理 毕竟之前高雄气包案的时候 有些人对这个捐款的使用 产生一些质疑 所以会有些人 会提出这样的说法 但邱竹底他不是 国民党主流的看法 OKOK Zen哥哥 我觉得不要特别去提气暴 你晚上真的会有人去找你 因为气暴上款 他们是用这个 气暴上款委员会 然后由受灾户 协同专家学者 来自己决定要怎么用的 那是真正真正 每一块钱 都由受灾户决定怎么用 他不见得变成现金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个补偿 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重灾户 房子受损跟个人受损的 他那个真的是受灾户 自己讨论出来 不要再去扯气暴 我觉得这个都很悲伤 如果去泰国 那也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受灾户不能决定上款 怎么用 那给受灾户干嘛 那你为什么 大家会有一些质疑 不是 那是受灾户自己决定 怎么听不懂 他今天要开心拿去 包包给他儿子 也是他就要试啊 因为他那个只是部分代表 他那个代表是受灾户 选出来的 如果这个民间有史以来 唯一一次上款 由民间自己决定 怎么用 大家不能信任的话 难道要信任 马政府把钱拿去中国 捐汶川大地震吗 莫名其妙 今天不管天灾人后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典范 新的楷模 大家觉得该捐的就捐 你觉得不该捐的就不要捐 不要民不服其使 今天捐给高雄气爆了 就是让高雄的灾民 决定自己怎么用 那就是民负其使 我今天捐给政府 你拿去捐中国四川汶川 那个就不是民负其使 今天不管是铁路 不管是天灾 不管是八千城报 只要在台湾造成灾难 民众觉得应该要帮忙 我们主动去帮忙 我不是说不能捐 我只是说在 你怎么使用善款 怎么使用善款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人提出疑论 像之前八千城报的时候 那时候账户 也有一些家属就质疑 我没有攻击 我也没有打算拿花莲 或是台南什么东西去讲 高雄是唯一一次 受灾呼自己决定怎么用的 你们不满意的话 八千城报也是有家属代表 但是也有其他家属来质疑说 为什么他们请看护 捐款不能用 我的意思是说 一定会有部分家属会提出 重点是说 你怎么样让善款用到 大家戏不口服 这是组织可以去讨论 委员会组成条件可以讨论 不过我真的没有无意在这边 讲这些口水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今天这一件灾难 大家认为是 台湾人应该互相先 你看我们捐日本 或是曾经不管是捐哪一个国家 我们都有付出也相对的心理 难道自己的事情 我们捐个款还要先入口水吗 那至于怎么使用 下一次委员会怎么组成 组织能怎么样更好 善款怎么样跟你妥善 利用这些都可以让民主的时代 由这一些 这个相关的委员去决定 OK